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24年开始包括持美国护照在内的免签证国家 前往欧洲前需要花8块钱美金 先申请欧盟旅游资讯以及授权系统 那么目前的这个Henley Passport Index显示 美国游客前往全球148个地点享有免签证待遇 美国护照在功能最强各国护照排行中 排行榜是第八名 不过从明年开始欧盟将会推出新的规定了 另外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他的这个部长职务呢 已经被正式免去 那么他的下落呢依然不明 外媒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连番追问 为什么秦刚会被免职 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始终为正面说明 甚至还访问反问记者学到了什么 美国之音报道 秦刚任职外交部长仅半年多的时间 闪电去职引起外界各种的猜测 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许多外媒提出相关的问题 毛宁对此表示 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的任免 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会第4次会议有关决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表示的很清楚 建议大家查阅我们有更多的消息 对于毛宁一再以新华社报道 已经表达非常清楚为官式回应 路透社记者问道 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太清楚 他秦刚不是外交部长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觉得清楚 清楚在哪里 路透社记者又追问 中国政府希望外界通过秦刚最近的事情 了解些什么 学到些什么 毛宁回称这个取决于大家 后来又说这是中国政府可以决定的吗 我们只是正常发布消息 他还反问记者 我能够替你问吗 你了解到什么 你学到了什么 秦刚虽然被免去外长职务 但仍保留国务委员职务 最后被问到担任中国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全责如何划分 毛宁则说这个问题超出了他能回答的范围 好再来看一下有关美国边境方面的消息 拜登政府今年5月份 拜登政府今年5月份推出了庇护新规 经过墨西哥与其他国家非法入境美国的外籍人士向美国申请庇护的困难难度大增 不过庇护新规25号遭到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 将提格党下给予14天等候拜登政府提出上诉的缓冲期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分析联邦法官的裁决等于是拜登政府的一大挫败 庇护新规实施以来美墨边境非法入境人数大减 不过联邦法官的裁决可能为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带来重大影响 Tiger在裁决中说出 庇护新规对于申请庇护的外籍人士定的某些条件 但国会并没有如此规定 因此庇护规定不合法 司法部发言人表示将会上诉 那么Tiger还指出庇护新规 违反联邦行政程序法 如果司法部提出上诉 全案将由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审理 前总统川普任内的类似政策挨告之后 Tiger曾经也出过类似的判决 案件上诉之后 第九巡回法院曾经两度选择维持Tiger的原判 另外代表美国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的联邦总律师Elizabeth Prelager 去年10月为大学平权招生措施辩护的时候 在大法官举例说明的实例是 接下来两周将在最高法院参加口头辩论的27名律师当中 女律师只有两人 那么Prelager说男女比例如此之悬殊 可能让妇女怀疑是否能有机会在最高法院为案件辩论 不过他的论述没能够说服居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 最高法院今年6月裁决哈佛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大学 考量学生族裔的平权招生措施是违宪的 不过Prelager的主张受到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的注意 在不同意见的书中提出警告 进入最高法院的渠道出现不平等 问题将会加深 华盛顿邮报报导司法部下辖的联邦总律师办公室 其实长期存在Prelager所说的性别不平均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否能够真正的在日后获得解决 将会由联邦法官以及其他美国 为此来发声的民运人士 做更多的诠释和争取 普洛格说男女比例如此悬殊 他说没有办法说服保守派的大法官 那么将会在日后继续致力于参与平权的活动 另外代表多个团体的律师声称 教育部已经对哈佛大学在做出招生录取决定时 优先考虑校友和捐款大户子女的招生办法 展开了民权调查 非盈利机构民权律师团体说 联邦教育部已经通知该组织说 已经针对此事正式启动民权调查 最高法院上个月就大学招生使用平权措施 裁定违宪后 代表拉丁美义和其他有色种族的 年轻女性权益项目的Chika Project 新英格兰非益社区的经济发展组织 以及大波士顿地区的拉丁裔网络等民权的组织 向教育部提出申诉 至哈佛大学甲纪传承的名义 招收新生时 独厚白人与捐款人子女 非法歧视非益 西益和亚裔申请人 另外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TikTok计划在8月初 推出一个新的电子商务平台 已在美国销售中国制造的商品 路透社报道 这款短影音应用程式 正设法复制中国的快食商品牌 西益 现和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 Timo在美国的成功 并将代表中国制造商和店家 负责商品的储存和运输工作 报道指出这个举动 适逢TikTok面临美国在资安方面的严格审查 目前TikTok尚未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四大人工智慧 AI业者今天宣布成立产业组织 致力于解决AI尖端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法新社报道 Antropic Google 微软和聊天机器人 ChatGPT研发公司OpenAI表示 将成立的前沿模型论团 将利用他们成员的专业知识 将AI风险降到最低 并支援产业标准 这四家企业都承诺与彼此议员和研究人员 分享最佳实务做法 前沿模型指的是 新兴大型规模机器学型平台 将AI的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准 微软总裁Bright Smith在声明中表示 制造AI科技的公司有责任 确保这项科技是安全可靠 而且仍然在人类的控制之下 亚马逊Antropic 谷歌和新创公司Inflection 脸书母公司Meta 还有Microsoft以及OpenAI等 企业高层代表们 在拜登上个星期 与白宫与科技领袖举行的会议上开会 那么他们都提到巨大的风险 和前景 领袖们允诺在AI产业成长之际 从网络攻击到诈欺 做好全面的防堵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剧为您播报的 美国以及世界的重要消息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